孕妇公元六丸遭遇离奇怪案 他腹中的胎儿竟然被你偷走 胎儿怎么会被人偷走 案件尚未侦破 一个男子又来报案 顾好了方法 孩子真丢了 这事啊一定是你老公干的 胎儿到底是真丢还是假丢 这一男一女上演的又是什么戏 失踪的胎儿 法律讲堂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2012年6月的一天傍晚 北方某大城市 一个神情恍惚的年轻女子 是慌慌张张的跑进了派人所 他死死的抓住了值班民警的胳膊不放 并大声的嚷道 我的孩子啊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被人偷走了 值班民警呢 是费了好半天的劲 才把该年轻女子的情绪给稳定下来 从年轻女子断断续续的描述当中 值班民警了解到如下的情况 该女子名叫柳芳芳 丈夫叫龙阳 二人结婚已经两年多了 柳芳芳呢 已经怀孕 并且马上就要临产了 那么因为老公呢 常年在外面跑长途 所以是经常呢 不在家 今天中午 在吃完午饭以后 柳芳芳到家附近的公园的六弯 就在他接打电话的时候 被人从后面用麻药麻倒 醒来的时候呢 已经是半晚 他人也被扔在了 离家不远的一条偏僻的小巷子里 但最让人震惊和痛心的是 他腹中的胎儿竟然被人偷走了 这盗拐儿童的案件并不新鲜 也是我国刑法所重点打击的恶性犯罪 但在光天化日之下 腹中的胎儿被人偷走了 这在本市乃至全国 都是闻所未闻的怪啊 究竟是谁偷走了柳芳芳腹中的胎儿 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报复孕妇柳芳 还是只为了偷孩子 鉴于案情重大 公安机关立即立案 并且开展了侦查 首先警方来到了案发地的公园 进行现场勘察 寻找目击证人和查找案件的线索 但经过对现场群众的了解都反映 没有人发现 有人被马倒 或者有人被其他人抬上其他的交通工具 也没有发现其他可疑嫌疑人的踪迹 建此条线索无果以后 公安机关是立即找到了公园的管理处 调取了公园当天进出大门及其周边的监控录像 经过仔细的梳理和查找 也同样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而柳芳芳呢 被扔自的偏僻的小巷 她因为没有安装监控措施 所以也没有发现可疑的车辆人员 或者是其他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难道这犯罪嫌疑人差次飞走了不成 而就在值班民警犯男的时候 一个年轻的男子气喘吁吁的跑进了派出所 他嚷着对柳芳芳说 芳芳不好了 不好了芳芳 孩子真丢了 一听这话 柳芳芳当场就晕了过去 这怎么还真丢孩子 这假丢孩子呢 难道柳芳芳之前报的是假案 孩子没有丢 那么柳芳芳为什么要报假案 眼前这么可疑的年轻男子又是谁呢 就在警方准备向这个年轻的男子 调查询问了解情况的时候 这柳芳芳却苏醒了过来 他情绪异常激动的死死的抓住了 该年轻男子不放 不断的嚷道 钟晓燕 你是怎么照看孩子呢 你不是答应我要好好的照看孩子呢 怎么还真把孩子给搞丢了 你还我儿子 你还我儿子 但这年轻的男子 可并没有表现得很自责 而是理直气壮的说 这事一定是你老公干的 我儿子一定是他偷走的 警察同志你快去抓人吧 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现场侦办案件的民警一样 也都猜到了这个案件的部分端倪了 首先 这柳芳芳和眼前这名年轻的男子肯定不是一般关系 而是什么 情人关系 因为他俩都口口声声的说 丢失的孩子是他们的亲生儿子 如此说来 这个丢失的孩子就应当不是柳芳芳和他老公龙阳的亲生儿子 而是与眼前这个年轻男子庄小颜的婚外私生子 这第二呢 柳芳芳一定是向公安机关报了假案 谎称啊孩子丢失了 实际是自愿的把孩子交给了庄小颜来照料 其三 这庄小颜真是够马虎大意的 还真把孩子给搞丢 搞丢了还不算 还一口咬定是柳芳芳的老公把孩子给偷走了 要求呢警方去查找追查偷孩子的真凶 也就是柳芳芳的老公龙阳 值班民警看到眼前的此情此景 他们意识到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胎儿被盗案 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报假案 这背后当事人之间必有重大的感情纠葛 这故事呢 还要从柳芳芳早年的婚姻谈起 这柳芳芳啊 生在北方的边点的农村 自幼是家境贫寒 但她天生立志是个性活客 那是十里八村啊 有名的美女 这二十刚一出头 这村里提心的说梅的介绍对象呢 就络绎不绝 差点就踏破了她家门槛 但柳芳芳啊 可是一个也看不上 原来啊 柳芳芳她自有她自己的打算 她不愿永远的生活在这个边缘落后的农村 她要凭借自己的美貌和才华 到大城市里收获她富足的生活和浪漫的爱情 这不 继工学校毕业以后 柳芳芳没有福城学校的安排 在农村工作 而是毅然决然地背起行囊 到大城市里去打拼 可想而知 柳芳芳一无学历 二无经验 三没有忍耐 她只能做服务员洗碗工这样的灵活 而当初的美丽梦想啊 就像泡沫一样 是越来越缥缈 越来越不现实 她没有脸回家面对自己的家人 已经两个春节 她都没有回家过年了 而就在柳芳芳人生最失落和最低谷的时候 龙阳出现了 说来也巧 龙阳的老家和柳芳芳的老家是林乡 这么相同的乡音又差不多的年龄 是让两个年轻人迅速地走到了一起 龙阳呢 是因为搞个体运输生意 她对柳芳芳那是一见钟情 所以是频频嗜好 表案关照 所以说按照以前的标准 这柳芳芳是一定看不上龙阳的 但是这几年居屋定数啊 朝不保夕的都市漂流生活 也客观上让她对现实低下了头 最终啊 嫁给了龙阳 自从啊 跟了龙阳以后 这小两口为了还车带 又为了养家糊口 这小日的过得很是辛苦 二人呢 都来自于北方的传统家庭 这娶妻生子啊 生儿育女可是传统 这部双方的老人也都念叨了 你们两个已经老大不小了 应该啊早点要个孩子 于是呢 老公龙阳 是让柳芳芳在家是休养 代孕 做个全职太太 她一个人在外面打拼 不甘寂寞 外出寻找激情的妻子 一不小心怀了孕 让她的心里是阵阵发毛 这孩子啊 她不是老公龙阳的 本想背着丈夫去打胎 结果被丈夫提前发现了 原来老公啊 是意外的偶然发现了她 医院确诊怀孕的诊断证证 在欣喜之下 以为这是给她准备的生日惊喜 丈夫误以为孩子是自己的 只能安胎待产的她 又该如何继续掩盖 正向失踪的胎儿 法律长堂正在播出 想当年是为了实现美丽的梦想 柳芳芳资深一人来到大城市里来打拼 结果还居然嫁给了一个来自于老家农村的老公 孩子过着这种温饱有余 富贵不足 缺少激情 毫无浪漫的平庸生活 这着实的让柳芳芳真正体会了 什么叫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当她每次照镜子 看到脸上溅起的皱纹的时候 都无尽的感慨到 这青春终将逝去 浪漫激情 与我无缘 老公龙阳呢 常年在外面跑长途 经常不在家 不敢忍受寂寞的柳芳芳开始上网 她是通过了网络 结识了情人总小言 二人是越来越近 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的话 还真有着色胆包天 不怕死的盗墓之人 说到这庄小言 她其实是一个不务正业之徒 葬的家中的父母啊 是有几分积蓄 天天呢 只管向老人伸手要钱 她每天的工作 就是上网聊天 喝酒泡妞 通过花言巧语 通过自吹自夸 很快地博得了柳芳芳的芳芳 而对于庄小言来讲 眼前的这个柳芳芳 长相俊俏 风韵幽存的年轻少妇 也早使得让她是痴迷不已 这一来二去 两个人是迅速地发生了男女关系 但让柳芳芳没有想到的是 不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女人特有的第六感 让她的心里是阵阵发毛 这孩子她不是老公龙阳的 而是情人庄小言的 左思右想之下 柳芳芳为了奸情不败露 决定先到医院把孩子打掉 但是就在她准备到医院 做人工流产的时候 老公龙阳却从外地赶了回来 这天晚上 正赶上老公龙阳的生日 二人是共进晚餐 忽然 老公龙阳一脸严肃地盯着柳芳芳 开口问道 芳芳 你是不是有事在瞒着我 一听到这话 柳芳芳脑子轰的就炸开 难道老公发现了什么 平日里为了防止奸情败露 柳芳芳和她情人庄小言 都是在趁老公龙阳 在外面跑长途的时候 偷偷地到庄小言她家 郊区的住所内私会 这怎么能可能被发现呢 俗话说 捉贼捉脏是捉奸拿霜 你呀又没把我们俩按在床上 我俩就死扛不承认 你爱咋咋地 就在柳芳芳惊魂不定 面露紧张之时 这老公龙阳却上来一把地 把她搂在了怀里 并且激动万分地说 芳芳谢谢你给我准备的生日惊喜 这个生日礼物啊太意外了 当看着老公龙阳手中 医院确诊怀孕的单子的时候 这柳芳芳才恍然大悟 原来老公啊是意外地偶然 发现了她医院确诊怀孕的诊断证明 在欣喜之下以为这是给她准备的生日惊喜 原本被的老公去打胎 却被意外发现怀孕 盼子心切的龙阳 怎么能可能让柳芳芳去打胎呢 无奈之下 柳芳芳只好硬着头皮 取消了打胎的这种想法 自从自己怀孕以后 老公龙阳也从老家把母亲接了过来 照顾柳芳芳的衣食起居 可是她肚子越大呀 柳芳芳的心里可是越没底 这老公龙阳可是个脾气火爆的东北汉子 她要是知道了自己给她戴了顶绿帽子 还不得要了她的小命 左思右想以后柳芳芳做出了一个大胆 但又愚蠢的决定 就是先背着老公把孩子生下来 耳后的偷偷的交给情人庄小妍 先照料着 等自己找机会跟老公办了离婚手续以后 再抱着孩子找上庄小妍她家的门 有了自己和情人庄小妍的亲生骨肉 就不怕庄小妍她们家不同意背面亲 说到这个庄小妍 她的想法原本很简单 她也就是玩玩找找刺激找找乐乐就得了 但她听柳芳芳一说这个龙阳 这火爆脾气心里马上没了地 她想如果她俩的奸情案发 这老公龙阳要是找上她家的门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 特别是这等的丑事 如果传到她自己爹妈那里 还不得直接被家人扫地出门 想到了这些 庄小妍也没了主意 她只有听从柳芳芳的安排 走一步她一步 于是柳芳芳便说服庄小妍 联手策划了胎儿被盗了 先是由庄小妍通过关系 在郊区联系了一家私人的小医院 做好了寄生准备 案发当天柳芳芳是早早地来到了医院 并顺利地产生了孩子 将孩子交给庄小妍以后 休息了约一个下午 坐上早已雇好的车 回到了家附近 而后直接到派出所发案 称胎儿丢 二人是联手上演了一出 胎儿被盗的精彩好戏 现在柳芳芳和她的情人庄小妍是双双道案 情急之下又说出了实话 才使这起报假案大白于天下 这报假案的事被戳穿了 这案件的关键 孩子还是没有下落 在接下来的调查当中 警方发现 这个庄小妍是被一个自称柳芳芳朋友的人 骗出了家门 当从外面赶回到屋里的时候 孩子就不见了 而与此同时 案发已经两天多了 这龙阳的手机是一直关机打不通 她的母亲也在孩子失踪的第二天 以回老家找朋友来帮忙为由 离开了 显然 这龙阳母子二人的所作所为 不符合常理 它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随即警方将调查的重点 锁定在查找龙阳母子二人身上 案发三天以后 警方再次的把柳芳芳和情人庄小妍 传唤到派出所 准备了解一些案情 只见一名年轻的男子 大不留心的走进了派出所 嚷着对大家说 不用找了 我来了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柳芳芳的老公龙阳 只见他从兜里拿出一张DNA的 本账报告单 对着值班民警柳芳芳 及柳芳芳的情人 庄小妍说道 孩子在我那里 孩子也是我亲生的 哪有自己亲爹偷自己儿子的道理 原来偷孩子的 还果然就是柳芳芳的老公龙阳所为 丈夫为何偷孩子 难道他知道妻子的秘密 早在自己生日那天 就对柳芳芳的表现起了一切 丈夫早就发现妻子出了鬼 他为何要等孩子出生 才找妻子算账 这老人家是掐子算账日子 总觉得这孩子就是自己家的大生 孩子确实与丈夫存在亲子关系 两头不讨好的妻子将会落得个什么阶级 失踪的胎儿 法力讲堂正在播出 故事还要还原到柳芳芳的怀孕期间 正所谓若要人不知是除非己莫为 多年在外面打拼的龙阳 实际上也算见多识广是初衷于戏 早在自己生日那天就对柳芳芳的表现起了一切 她让母亲一同来住的同时也是为了看着柳芳芳 诶 正巧有一天 在柳芳芳洗澡的时候 这个情人庄小妍发来短信跟她调情 这事被老太太看到 随后是告诉了儿子龙阳 这龙阳听到此消息以后是又愤怒又伤心 她本想直接收拾一下这对姬夫淫妇 但她转念一想 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 尤其是柳芳芳度中还怀着自己的孩子 于是龙阳也尽可能检查外叔的时间 在家陪着妻子柳芳芳 她想如果妻子能就此安顿下来的话 她也就既往不咎了 但满以为老公还蒙在鼓里的柳芳芳 怎么能听得进去呢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 她正跟她的情人庄小妍 研究这个倒胎的事 怎么能少断了联系呢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 龙阳开始留意查看妻子柳芳芳的短信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她发现了一个晴天霹靂般的秘密 这孩子可能真不是自己亲生了 但要说还是老人家能沉得住气 这老人家是掐子算算日子 总觉得这孩子就是自己家的大孙子 他硬是压住了火冒三丈的龙阳 此来想去 龙阳决定 等孩子一出生就到鉴定部门 做亲子鉴定 案发当天负责钉骚的龙阳的朋友 发现柳芳芳和她的情人庄小妍 是进了一家私人的郊区小医院 觉得这事情不妙了 就马上报告给龙阳 龙阳听到这个消息后 自己的媳妇顶着大肚子 去了一家私人的小医院 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正巧呢 庄小妍是抱着孩子从医院出来 龙阳是尾随其后 来到了庄小妍他家 在郊区的住所 按照龙阳的脾气 他想直接上面把孩子抢过去就得了 但转念一想 如果这么做的话 会引发冲突 特别怕误伤着孩子 于是呢 他跟他的哥们一合计 来了一招 调虎离山之际 一方面让他的朋友 甲替柳芳芳传话给庄小人 让他到小区的门口等候 他呢从后窗翻进了屋子 偷走了孩子 坐上早已准备好的车辆 直奔亲子监定住心 三天以后 监定结论出来了 这个孩子就是龙阳自己亲生的儿子 而就在这时 龙阳的朋友却再次打电话来说 你呀现在已经成为偷孩子的犯罪嫌疑人了 柳芳芳和庄小人就在派出所 警察呀也在满哪找你 由于这起倒台案 差点失去了自己亲生骨肉的龙阳 立即赶到派出所 是倒出了实情 方才使这起 案件大白于天下 案件的来龙去脉算是差情 但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 又羞又愧的柳芳芳和惊魂失措的庄小言 没能够顺利的走出派出所的大门 他们因为报假案 而受到了治安处罚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之规定 柳芳芳和她的情人庄小言 合谋报假案的行为 造成了一定社会的危害性 影响了公安机关 正常的侦办案件和执法 最终情人庄小言被处以 时日拘留 并处500元罚款 柳芳芳呢 因为刚刚生产 又在苦辱其内 仅预以500元的罚款 并没有遇行动拘留 就在柳芳芳从派出所回来的第二天 她便接到了老公龙阳 聘请的律师 发来的律志涵和离婚协议 称柳芳芳婚内出轨存在过错 违背婚姻忠诚原则 导致二人夫妻感情破裂而离婚 说到这里 我要向观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国家婚姻法 对于婚姻忠诚和离婚过错原则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 互相尊重 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 互相帮助 维持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所谓婚姻忠诚原则是指夫妻间应该相互忠实和信任 不得欺骗侮辱虐待仪器 不得因为第三方的利益而损害配偶他方的利益 在夫妻关系生活当中 应当保持性的一个专义度 不得实施婚赖性行为 比如同姬通姦 卖淫嫖娼等等 而与婚姻忠诚原则相对应的结果规范 就是离婚过错原则 所谓离婚过错原则是指 由于配偶一方的过错 导致了另一方的物质损失 或者是精神痛苦的 作为无过错方 有权向过错方寻求人身损害的请求权 接下来我们回到本案当中 在本次离婚诉讼的调解阶段 羞愧难当 毁之万矣的柳芳芳 终于意识到了婚姻并非儿戏 鉴于自己违背婚姻忠诚原则 并且存在过错 她主动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 与此同时 龙阳也放弃了向她 主张孩子抚养费的权 离婚后的柳芳芳又试出 找她的情人庄小元再续前缘 但庄小元一接到她的电话以后 便破口大骂 你这个骗子 你骗我说孩子是我的 让我跟你一起去报假案 害得我坐大牢不说 还差点被爹妈扫地出门 你要爱去哪去哪 失去了家庭 失去了孩子 又失去了情人的柳芳芳 又重新的回到了城市的滚滚洪流之中 只不过这一次充满她内心的 不再是虚幻的美梦 而是无尽的悔恨 好的观众朋友 感谢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患有不孕症的前妻 离婚后却给她生了个儿子 金大夫 什么时候你跟你的前妻 又生了一个孩子 她断定儿子绝非亲生 可亲子鉴定 证明孩子就是她亲生的 自己明明是跟灵子已经离婚了 灵子怎么怀上自己的孩子的 男子回忆起一桩往事 揭开儿子的身世之谜 前妻带来亲儿子明日播